5月簽點行情大陣 打完簽點 再戰簽點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經集日通 我是婉倫 我是李歐 今天是6月1號 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2022年已經過了快一半了 下半年應該是精彩可期 李歐 5月初預告的簽點行情 真的成真了 太不可思議了吧 沒錯吧 台股從1月跌到5月 真的有夠慘的 就在4月底 李歐跟大家分享兩個 觀察重點 還記得是什麼嗎 當然記得啊 本益比跟乖離率 是的 4月26號我跟大家分享 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已經低於13倍了 4月27號我跟大家分享 60日的乖離率 已經低於5% 負5% 就代表說台北股市已經超跌 那5月份將會出現 一個簽點的大行情 後來呢 有一個關鍵的指標出現了 5月13號黑色星期五 當天早上開盤前 Fear and Greed Index 叫做恐懼跟貪婪指數 已經來到6 極度恐慌到出資 那小人子你記得 當天我在Telegram頻道裡面 怎麼跟大家分享的呢 你說當99%的人恐慌的時候 那個就是貪婪的時刻到了 沒錯吧 從那一天開始 台股就正式起漲 從15616 這個數字很好奇 很多群組當時都叫你 趕快溜一溜嘛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上 也有分享過 不然會崩盤 可是結果呢 它是一路漲到昨天 MSCI調整權重來到16807點 大漲1191點 那我們預告的 簽點行情已經達正了 逼近1200點嘛 那6月呢 講完簽點是不是就反彈結束 沒戲唱了 不 行情才剛剛開始呢 我一樣用 Field and Greed Index告訴大家 25到45是恐慌 25以下是極度恐慌 現在才22 還在極度恐慌的狀態 代表投資人 根本就還沒有回省嘛 還在怕 還在退場觀望 但是現在指數就已經漲了 快1200點了 那另外一個指標呢 叫做AAII 美國的散戶多空指標 這個指標是每週調查一次 美國的散戶對未來6個月的一個看法 那這算是一個反指標嘛 因為散戶嘛 最新的數字 5月25號統計 看跌減看漲的百分比 來到34% 那這就代表說是一個極度悲觀的一個狀態嘛 差距呢 超過20% 就是一面倒啊 34%就代表 散戶根本就還沒歸對嘛 現在看跌的 還有53.5% 所以你不用擔心行情漲完了 而是才剛剛開始要反彈而已呢 可是老師 你講的那個是美國散戶指標 美國散戶比較少吧 其實台灣也是一樣 如果你扣掉禮拜二 這個MSCI的紀錄調整不算 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現在也來多少 2400億左右嘛 大約是20日的均量線附近 那身邊的朋友們 是不是都還在一個觀望的狀態呢 但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要看什麼方向啊 其實下半年方向已經很清楚了 蛤 理由5月15號就領先市場跟大家分享 中國各省市已經在推什麼 汽車消費補貼嘛 後來中國的國務院工信部 陸陸續出台很多補貼措施 例如600億的汽車的乘用購置稅減免 900億的商用貨卡貸款可以延遲還本席 最新國務院33條 一欄子的穩定經濟措施 沒有提到放寬汽車的限購措施 而且要加速什麼 新能源車充電裝的設置 6月開始下半年可預期 這個汽車的消費會很明顯的回溫 那麼台股的指標股可以看誰呢 指標股很簡單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外資跟投信聯手大買鴻海 法人特別是外資 已經很久沒有大買鴻海了 他們大買鴻海 肯定不是因為消費性電子的需求 手機的需求會溫 最主要是看到2023年 電動車的營收占比會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他們已經從手機代工 轉到汽車代工了 這就是鴻海厲害的地方 很多新創車廠 例如像Lucy Rivian 這一些車廠 一年才接單兩萬台汽車 都做不出來 就像特斯拉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訂單滿手也無法交車一樣 鴻海他就想吃這種汽車代工的訂單 再來呢 鴻海在5月31號的股東會也表示 自家電動車的目標 預計2025年 全球的市占目標要達到5% 今年10月份 鴻海的科技日 還要再推出兩款的電動車 未來三年 每一年的電動車營收要做到一兆台幣 那每一年呢 預估要生產50到75萬輛電動車 特斯拉去年2021全年的交車 全球交車 93.6萬輛 你就知道鴻海的這個目標 是直追特斯拉前去 如果鴻海真的能夠幫蘋果 Apple Car來做一個代工 哇那就不得了了 而且電動車未來標準配備是什麼 就是ARHUD 就用抬頭顯示器 對啊 大家可以持續去想一下 往這個方向去研究 下半年台北股市的主軸 就是落在電動車產業 想知道更多電動車產業的知識嗎 趕快加入LEO的LINE A跟Telegram 台電急時通 我們下回再會 掰掰